大家好,今天买了6斤牛腩,我们来分享一个懒人做法 首先把牛肉放入大盆中,然后倒入清水 洗净之后浸泡一个小时以上,去除血水 然后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厚片,尽量切得厚一点 再准备两根大葱,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香料,一把干辣椒四个八角和两片香叶 一块桂皮,放一旁备用 再来调一个料汁,四勺生抽 三勺老抽 三勺料酒 两勺腐乳汁 一大勺芝麻酱 一勺白糖 然后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再把泡好的牛肉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放入大一点的锅里 加一个葱节 姜片 一勺料酒去腥 然后倒入凉水,磨过牛肉 大火烧开之后,把雪末捞出来不要 捞干净之后再煮十分钟左右 再一块一块夹出来,放入清水里 把表面的雪末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大盘中备用 热锅,热锅放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把葱姜加进来 香料也加进来 转小火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切好的牛肉加进来翻炒 炒五分钟左右 炒干水分 五分钟之后 再沿着锅边倒入一勺白酒 翻炒均匀 再把调好的料汁全部加进来 翻炒两分钟 炒至牛肉上色 然后倒入开水 没过牛肉 盖上盖子 先煮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 因为牛肉做的比较多 要长期保存 如果葱姜在锅中煮太久 长期保存不会发酸 剪出葱姜之后 把它们全部倒入微压锅里 微压锅能节省时间 而且炖出来的肉也很香 然后盖上盖子 转小火煮四十分钟 现在已经煮了四十分钟了 我们打开看一看 哇 好香啊 现在满屋都是牛肉的香味 现在的牛肉已经炖得很烂了 把它搅拌搅拌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牛肉就做好了 这里面的汤汁用来煮面或者拌饭都非常的香 这样炖出来的牛腩非常的嫩 肥而不腻 手而不柴 我们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放凉了之后 把它装入保鲜袋里 根据自己家人的饭量 分装成几个小袋 然后放冰箱里冷凍起来 三个月也没问题 早晨起来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 我们从冰箱里取出来 煮一锅牛肉面也是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加点配菜放锅里再炖一炖 省食又少力 做法也不难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